曾经有人说,如果你想要在一天读懂上海,那就去茂名南路吧。 茂名南路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全长1275米,南北走向,北起延安中路与茂名北路相接,南至永家路,是一条有深厚历史背景的马路。 茂名南路始建于1919年,为法租借工董局修筑,以比历史大主教麦尔西爱的名字匿名麦尔西爱路。 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法租借,以广西省桂林之名改为桂林路。 那时候茂名南路北端的茂名北路以广东省茂名县之名改为茂名路。 到1946年,茂名路改叫茂名北路,而桂林路则改叫了茂名南路。 茂名南路的南段是雨恒山路,新天地并称为上海三大酒吧区的街区之一。 在勇家路至复兴中路之间集聚了一批各具世界各地风味的酒吧,喀巴和休闲茶房,其中不少在旅户外国朋友中享有盛名。 茂名南路的北端则多是品牌服装专卖店,主要集中在南昌路以北的道路两侧,因有许多以服装定制为特色的店铺而成为上海的特色商业街区之一。 花园饭店、蓝星大戏院等优秀历史建筑,这是一条具保留着传统的建筑艺术,又充满着现代时尚感的休闲街。 茂名南路57号蓝星大戏院 茂名南路57号的蓝星大戏院,是上海开部至今历史最久的剧场之一。 蓝星LyCM是英文的译音,意思是学院或文艺团体。 蓝星剧院最初建在圆明圆路,由英乔集资创建,是英乔爱美剧社演出话剧的地方,后英火在剧院毁换。 1931年在茂名南路县纸重建新院,这是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建筑,外貌和结构模仿美国近代形式, 立面采用横竖轮廓线,外墙东侧面砖,二楼正面有三只旋窗,三楼是并列的三只矿窗,都有铁栏杆阳台,窗栏,窗框和墙角都用假石装饰, 内墙和平顶的花纹线角细巧,仿佛艺术宫殿一般,曾被誉为运动剧场建筑的一颗明珠。 1931年2月蓝芯剧院重新开业,由蓝芯董事,英国住户领事白丽男主持开业典礼,主要以话剧,歌舞剧为主, 接连电影,当年的蓝芯剧院堪称上海顶尖的贵族剧院,是各国住户领事,各界名流的聚会场所, 当时外墙不看戏,看戏去蓝芯,剧院内设计精细,无论你坐在何处,你的视线看到的都是舞台的正宗, 全场各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除了演出厅,还得有贵宾厅,咖啡厅,化妆间等配套设施,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蓝芯是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剧场,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大剧院, 蓝芯大戏院还是上海乃至中国现代戏剧的摇篮,曾被誉为远东第一的上海租界公布局乐队, 在这里常驻演出,梅兰芳、周信芳、秦怡、赵丹等老一辈艺术家也曾在此登台表演, 1952年蓝芯改名上海艺术剧场,成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千年化剧团的专用演出场所, 1991年,恢复蓝芯大戏院的名称,并重新装修改建,蓝芯剧院曾多次接待国际歌舞团体演出, 并接待过许多外宾及国家领导,至今仍是上海重要的文化品牌之一, 茂宁南路58号花园饭店,原法国总会茂宁南路58号花园饭店的群楼, 曾是在护法国桥名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会员制俱乐部,法国总会, 与外滩英桥的上海总会和福州路的美国花旗, 总会并称上海三大总会,早在清光绪29年1903年, 建造了一座乡村俱乐部,由德级著名建筑师被高设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成了法都界工种局的地产, 改为凡尔登花园,大门开在峡贵路, 后来,法国人把花园的西北部带给了沙逊的华茂地产, 于1926年在这里新建了一座长方形两层,部分三层的新楼, 大门改到茂宁南路,这就是法国总会, 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南向的中央和西部,有突出圆形历念, 其余为阳台式长廊,顶层平面四周围以水泥栏杆, 形成屋顶花园,建有两座亮望亭, 对称的线条,精美的雕饰,豪华的转门, 极具蓄势的罗马士郎柱, 实在力念带有复古的巴洛克特征, 内部设计则采用当时巴黎最盛行的艺术装饰风格, 当时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 占地4.12万平方米, 楼前大陶平分有20多个陶地网球场, 为上海优秀近代建筑典型代表之一, 但世界建筑史上也享有较高声誉, 称其为法国人遗留在上海最怀利的建筑并不为果, 抗战期间总会被日本军队征用, 抗战胜利后成为美国驻华海军俱乐部, 解放后, 最初由上海市体育运动总会使用, 1953年改为市政协文化俱乐部, 1960年化归锦江饭店, 改为锦江俱乐部, 又俗称58号俱乐部, 1990年花园饭店开业, 由日本野村证券诸事会社投资, 与锦江集团连云公司合作建设, 日本东京大汤饭店经营管理, 是上海最早的外资品牌酒店之一, 建筑高123.61米, 共34层, 占地面积3.7万平方米, 花园绿地高达2.8万平方米, 绿地面积如此之大, 在上海的高兴级宾馆中十分少见, 实质名归, 花园饭店的总统套房, 先后入住过数十位国家元首和国际名流, 德国总理科尔, 法国总统希拉克, 日本首相村山富士, 美国前总统布什,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等, 都曾到过这里, 茂名南路59号锦江饭店锦江饭店, 由三幢近代优秀建筑, 即新南楼和小礼堂等楼宇组成, 是一家花园式五星级饭店, 建筑总面积6.4万平方米, 主建筑为北楼和中楼, 13层的北楼环茂公寓始建于1929年, 18层的中楼原名茂名公寓始建于1934年, 还有茂名公寓附属的建筑西楼, 这三幢建筑分为是集文物保护单位, 锦江饭店的地皮最早属于瑞季洋行的创始者, 和其犹太人安诺德家族, 这个家族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就来到上海淘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他们被迫改为英国国籍, 成为英籍犹太人, 大战后, 他们买下了北起金锦江饭店北楼, 南大海陆国泰电影院的一大片黄金地块, 但不久生意大亏, 地块抵押给沙信洋行, 1926年新沙信洋行组建了华茂地产公司, 在这里建起了三幢公寓, 1948年董竹金买下华茂公寓, 1950年, 江崎与锦江川菜馆, 锦江茶市合并创设锦江饭店, 1951年6月正式开业, 1959年建成小礼堂, 可供300人开会或观看演出, 1965年建成南楼, 锦江饭店设有商务中心和购物一条街, 28套采用欧式传统与现代风格相结合的房间, 72套独立的公寓套房, 饭店的餐饮始于20世纪30年代, 香港等地进行烹饪和宴会服务表演, 锦江饭店自开业至70年代, 一直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室外宾馆, 之后, 也仍是重要的接待中外贵宾之处, 曾先后接待100多个国家的近30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其中有美国总统尼克松,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 锦江饭店尾楼圆环茂公寓20世纪30年代, 随着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发展, 地价日益提高, 为了节省土地, 在室内出现了近代高层公寓, 这些高层公寓一般在10层以上, 每层由若干套间组成, 大楼内有电梯, 煤味, 暖气, 热水, 楼下有小块绿地和停车场, 这些高档公寓当时多数是外国人租用, 像百老汇大厦, 河滨公寓, 壁卡迪大厦, 枕流公寓等都是这样, 华茂公寓建于1929年, 与外滩的华茂饭店及沙县大厦同年建成, 在当时是上海最高的大楼, 与海关大楼, 华茂饭店都是上海滩最高的超过50米的建筑, 华茂公寓共14层, 高57米,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建筑面积21202平方米, 风则为传统的各色式建筑, 建筑平面一一字形, 北面凸出两部分, 外观采用色色面砖间, 白箱高线, 立面钢窗排列整齐, 为英国传统风格, 设计时对地基考虑不足, 成像达两米多, 原建筑底层金城地下室, 1989年9月, 以优秀近代建筑, 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华茂公寓早先是英国旅客居住, 抗战胜利后, 杜月生从重庆回到上海, 曾长期住在华茂公寓, 锦江饭店钟楼原峻岭公寓, 锦江饭店的钟楼峻岭公寓, 始建于1934年, 又称茂名公寓, 原为华茂地产公司投资建造, 宫和洋航设计, 建筑面积23985平方米, 高溪18米, 外形仿照的是当时世界流行的美国摩天大楼样式, 主立面以垂直线条作为分割, 很清晰第三层中, 棕, 西三部分, 整个建筑系是宏伟, 真的好似距领一般, 屋顶有花园和阳台, 可以眺望人处的风景, 全楼用防火材料砌成, 贴一棕色面砖, 入口处部分采用大理式装饰, 内部装饰多采用几何图案, 属现代装饰艺术派风格, 锦江饭店的新楼原是茂名公寓的附属建筑, 建成于1934年, 建筑面积10227平方米, 标高18米, 大楼设计别致, 由六状三层的砲台式公寓组成, 内部装饰与中楼雷同, 当年沙逊集团的华茂地产公司在这里买地, 建楼供花去425万元, 建成后每年的房租可收到33.7万元, 13年就可以收回投资并竟得整壮大楼, 那时能住进这里的都是身份高贵, 或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人, 抗战后日本政客和商人多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 公寓一度被美军后勤司令部接管, 蒋经国, 曾在1936年任上海市市长的宜红军, 美国陈纳德飞虎队的数百名飞行员, 都曾在聚领公寓住过, 1956年聚领大厦归是房地部门管理, 改名《茂名公寓》, 将一部分房间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居住, 著名作家静怡, 唐涛, 俊青, 唯一评论家孔罗孙, 著名医师周承徐等都曾在聚领住过, 锦江饭店建立后, 是锦江饭店钟楼, 茂名南路112, 124号希勒公寓中和公寓中和公寓建于1930年, 当今混凝土结构, 现代派风格, 建筑立面简洁, 外墙贴浅米黄色面砖, 墙面平整, 开窗讲究, 整体没有过多的装饰, 仅在窗洞周围做仿时装饰线角, 阳台出挑较大, 顶层也以线线角做装饰, 茂名南路143, 151号阿斯区来特公寓, 今南昌大楼南昌路, 茂名南路的交叉口东北角有座V字形的大楼, 在南昌路和茂名南路上各有两个出口, 这里曾是上海汤赫赫有名的阿斯区来特公寓, Astrad Apartments, 今天叫南昌大楼, 南昌大楼始建于1933年, 用安地产公司投资修建, 由外籍设计师列文设计, 南昌大楼两面临街, 一楼原来是车库, 二层以上是住宅, 每户都有半挑半凹的阳台, 属于现代建筑, 简洁而大方, 外墙采用暖黄色面砖贴面, 在大门入口的门楣和顶部尖塔, 以及银部, 门厅碧瓶, 门窗铁花等处, 都具有更事艺术派风格, 在厨房和客厅的连接处, 有三个多平方的独立备菜室, 那是为了招待客人, 主人家的厨师可以把菜烧好放到备菜室中, 在游泳人端上, 连接的处于南昌路和茂名路路口的V型南昌大楼的后面, 可以说是被南昌大楼包裹着的, 是一幢四层楼的保姆楼, 在南昌大楼的每个厨房里, 都会有电铃的设计, 从这里可以和住在后面的下人联系, 随叫随到,保姆楼里终日没有阳光, 每个房间都是标准的七个平方, 因其保姆楼和公寓楼分开和主仆分明的设计, 南昌大楼当时被人称为等级森严的公寓, 茂名南路163弄茂名南路163弄, 是茂名南路上唯一有花园的弄堂, 这里曾是一条卧虎藏龙的弄堂, 弄堂成不规则公字形, 共有11个门牌, 其中有7个是在花园, 只有弄堂底的6号到9号是没有花园的长条联体建筑, 3号楼原属1937年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部长的谢冠生, 6号楼内, 租在1、2楼的就是锦江饭店老板, 解放后连续担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董竹军, 但这条弄堂里最知名的, 当属6号楼3楼曾入国的一位传奇上海小姐, 王云梅, 据说当年开着小汽车来看这位王小姐的, 能从她家门口排队到弄堂外的马路上, 1946年, 江淮发大水, 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为筹错救济款, 举办了一次特殊的选秀活动, 上海小姐选举, 而这位王姓上海小姐的传奇故事, 据说就是王安逸小说《长汉歌中王岐瑶》的原型, 如果你想要在一天读懂上海, 那就去冒名难路吧, 我隐隐觉得明白了她的道理, 但却说不清楚为什么。